各位 你只要堅持努力 一定會等到成功的那一天 這句話 送給宋楚瑜 楚瑜哥 我在等你電話耶 今年不選嗎 不會吧 打給我好嗎 你不打的話 別忘了我們是會在台上打給別人的秀喔 這一季 夜夜秀是真的不會出現 那個一手撐起台灣喜劇的那個男人 韓國瑜 既然主持夜夜秀 失言勢在必行 所以我決定在第一集的第一個單元 先道歉 對不起 柯文哲 你講的話跟大巨蛋一樣出而犯了 對不起 侯友宜 你是國民黨史上最無聊的人 對不起 對不起 郭台銘 你花那麼多錢 只是丟水裡而已 對不起 戴青德 你的網軍太可怕了 有得罪的話先跟你講 對不起 歡迎收看賀瓏夜夜秀 我是主持人賀� 改變成真 我是夜夜秀今孫 Good timing 我一定厚厚做主旗啦 謝謝 有夜夜秀 就是因為各位的千呼萬喚 在網路上 跟呼喚雞蛋一樣對不對 通常一個大秀的開場呢 應該要唱個歌跳個舞 但是我只能講一些 我現在真的超級感動的肺腑之眼 四年前 我在你們左手邊的小舞台 像喬娃一樣 每一集都在大叫說 我要主持夜夜秀 夜夜秀卡赫 可是 沒想到這麼一天 我真的站在這邊了 我到現在依然還感覺 非常的不真實 無論如何我只想要說 各位 你只要堅持努力 一定會等到成功的那一天 這句話 送給宋楚瑜 楚瑜哥 我在等你電話欸 今年不選嗎 不會吧 打給我好嗎 你不打的話 別忘了我們是會 會在台上打給別人的秀喔 這一季 夜夜秀是真的不會出現 那個一手撐起 台灣喜劇的那個男人 韓國瑜 喔對 不是他 總之 我真的很開心 現在只要博文對外說 欸我主持過夜夜秀 我就可以大喊的說 嘿 Me too 喔 XX 失言 Sorry 這個第一集開場就失言 沒關係 反正現在失言都可以選總統了嘛 對不對 以前 我在小夜秀喊著 是我民主持 不美嫁連 賀龍主持 永不失言 現在這些話聽到我耳裡都是XXX 既然主持夜夜秀 失言勢在必行 所以我決定在第一集的第一個單元 先道歉 對不起柯文哲 你講的話跟大巨蛋一樣 出爾反爾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侯友宜 你是國民黨史上最無聊的人 對不起 對不起郭台銘 你花那麼多錢 只是丟水裡而已 對不起戴青德 你的網軍太可怕了 有得罪的話先跟你講 對不起